池上香今年只有诞生38名的新生儿 为了鼓励民众多多生育 乡公所特别获得了代表会通过 从明年开始生育补助 每胎每人5000块钱 直接就调高到6万块钱 加上原本台东县政府 生育补助第一胎就有1万块钱政策 未来在池上香生小孩 第一胎最少可以领到7万块钱的补助 破了全台生育补助记录 台东县高龄化比例已经越来越高 许多偏乡地区生育率低下 池上香今年度新生儿仅有38位 获得提高生产诱因 池上香公所日前推出 妇女生育补助自治条例 并获明代会三读通货 自108年起 设计在池上地区的居民 第一胎将可获得至少7万元的补助 我们池上香这4年 在产业 观光 环保各方面 都非常的杰出 那接下来的4年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全福利的 一文宜居民乡 那全福利的第一步 就是从出生这边就要开始 从出生到就学 创业 安老 这些都要照顾到 所以第一步呢 我们就是从 这个生育补助 从原本的5000块提高到6万块 再加上县府也提高加码到1万 总共是7万块 来补助我们池上香的新生儿 那为了避免说 这个为了要领这个补助 所以签户口 然后领完就签走 所以我们这个6万块怎么合发呢 就是一出生 那户籍在这边 那那个2万块先给 这个妈妈做叶子 然后小孩子一周岁 两周岁 三周岁 四周岁 公所在各颁1万块的生日礼金 所以总共加起来是6万块 所以说这个父母跟儿童 户口都会在池上 为了抢救低出生率 池上香公所可以说是卯足权力 希望借由提高生育补助的方式 除了让更多家庭赶生小孩之外 也增加诱因 让更多人可以来到池上设计定居 增加地方生产力 记者陈基林池上香报导